嗨 大家好 剛剛應該是大家很韓這樣子 過去來 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是不是 韓上才漂亮 好 我今天 其實我想應該在座 剛才有些人看過 然後就是透過了Telex 或是之前的一些演講 但之前的主題比較偏向教育 不過我今天來談的不是教育 我想要談一個就是 我們團隊最近在做了一個APP 就是你知道 跳動條件很大這樣子 然後 所以 這是我們那個APP的名稱叫白灘 然後 這是一個未來的APP 大概在一陣子會上 我們已經做完了 那個一陣子為什麼呢 是因為 其實有一個東西 有不確定性 就是Apple他們的那個審核系統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會審核 好 反正就寄出去了 然後他只跟我們講說 第一階段那個 我們的法律條款是OK的 然後接下來也都好了 剩下就是 就是一個程序性的一個商家 然後就不知道要等多久 他說9月中 今天14號 也不知道到底是中到什麼樣 美國人的中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好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 我們在挑戰未來購物模式的一個APP 大家可能會 有點好奇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它就是一個 它就 我先講好 它就行動白灘 就是行動白灘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當你有手機的時候 我現在還沒有給你看內容它的UI 就跟你講它的功能 它就是你有手機對不對 它就是你有手機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 我今天所有的講 就只有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個白灘程式 然後還有 應該不會講9分鐘 所以有剩下時間 就開放給大家的QA這樣 我用QA 我可以讓大家的QA嗎 用我自己的時間給大家QA這樣 好 然後 這個白灘呢 它就是在 就是 它 要怎麼講啊 譬如說 好 假設 這個 這台音響好了 我要買這台音響 然後我們就拿我們的手機對不對 然後就排這個音響 然後它就問你說多少錢 就寫 兩萬塊 不知道它貴不貴 反正兩萬塊 然後就上傳囉 但是不是上傳到一個 Yahoo啦 什麼eBay拍賣 它是上傳到 以手機為發信器的一個拍賣 也就是說 行動擺攤 你走到哪裡 你就會偵測到哪裡 另外一個手機 換句話說 就是我現在打開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一公尺之外 有一個人在賣 打音響 然後三萬塊 我就往下滑 我就知道 大家這附近 以你為同心員 這個發散出去 一直往下滑 越來越遠 大家誰在賣什麼 誰在賣什麼這樣 有沒有聽懂我在講 有 有 它有點抽象 然後呢 當你喜歡這個商品 對不對 按它 它就跳到一個跟Line很像的介面 你就可以跟它聊天 你想要殺戒 你要砍戒 你要面膠 什麼都隨便你 然後它如果帶在身上 你就可以直接交易 我們這個APP 就是試圖要讓我們的購物 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購物 然後很快 就是這個APP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UI 對 這是我們的UI 好 這個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Delay 就是這個狀況 然後它就是我們的樣子 0公尺 就是你自己 然後你就按這個東西 然後按這張圖 然後就可以上傳你的照片 然後你問多少錢 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放 然後這些是其他的人 你就往下滑 你就跟Facebook的使用 非常非常像 你按最上面 就會回到最上面 它就會幫你刷新 然後你非常 這個方便於哪一種族群 族群呢 就是你搭捷運的時候 非常不可能 你就滑溺 你知道要看誰 然後 對 你就會看一下邊 旁邊車廂的誰在賣什麼東西 或是隔壁隔壁車廂誰在賣什麼東西 如果喜歡 直接跟它瞎標這樣 就是 也不是瞎標啦 你就自己在跟它聊天 自己偷偷 然後我們這一版的還沒有 這是之前放的照片 所以 新版這邊會有一條 就是一劍探的 然後放上標價這樣 然後大家很快可以看到 然後 下面有三個功能 這就是Shark 然後這個就是Message 就是你點那個 這個人之後 它就跳到一個跟LINE很像的介面 然後你們就可以 就可以聊天 這樣 然後這是LINE 有時候你 就是你知道 這是為女生設計的程式 有時候你看完以後 就是有時候你想買 又不太想買 但是 我們真的完全照著使用者的角度 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就 你可以先LINE 然後你再想想 再想想 再跟它溝通都沒關係 然後這裡面 通常這個 男生可能沒有 比較不常用到 女生可能會留很多 這樣 然後這是 你放照片的時候 怎樣 這是 你個人的 別人的 然後地點啊 然後 有多少個人LINE 這個商品等等 然後 多少錢 然後可以給小小小說明 然後 這邊是 就是那個Message的部分 你可以 就是看到你已經跟誰聊過什麼 聊過什麼 然後 他可能東西沒有帶 然後你可以這裡 再跟他 再跟他約約什麼時候 要面交什麼 都可以 就這樣 然後 這是拍照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手機 直接用這個軟體拍照 然後直接上傳 他目前還沒有 沒有那個 放上那個修圖功能 所以我覺得 我建議大家如果到時候使用的話 還是用iPhone的照相照完後 修完圖之後 對 然後再上去 就會很漂亮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叫 他就叫擺攤 然後你就可以 把你的東西上架 然後放這個 然後我們 剛開始使用啊 是一個人就是三個格子 可以賣三個 一個三個商品 然後 如果你之後想要用 你可以就繼續 繼續擴充這樣 我們也沒想到任何 多的引力模式啊 沒有 就是目前是free download 然後也不知道幹嘛 一定 就是我們就想到了 覺得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就做了 對 然後現在是我們 現在有 就是 就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我們團隊只有三個人 三個 一個是學心理跟教育的 就是我 然後另外一個是學 廣告的 然後我們選在 就是大阿山 然後另外一個 學企業管理的 現在也是在美國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三個人呢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東西 做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做完了 然後也比較上架了 準備要用 但是我們缺了一些工程師 剛剛我聽到一些就是 周邊有很多工程師 更多的工程師那些人 就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就是 我們需要之後 有一個maintain的一個人 然後或者是他二版三版啊 等等 或是你覺得有任何的 盈利模式啊 你覺得 就是你去學business 你可能給我們懂 你覺得有盈利模式 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也不是學這個的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一群人就是 方完所有 然後一下孩子也不錯 然後就做了 所以我們也沒想太多 然後 然後你如果可以 加入我們 debug 你可以來跟我們講 然後你可以先行使用 我已經用過了 對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你如果 什麼都不會 然後也 不想參加debug 但是你如果很想 覺得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你就之後 我們會有粉絲專業 然後你就幫我們share 這樣子 這個東西 給大家更多人知道 尤其那種住宿舍的人 可能會很需要這個功能 這樣子 就是上下樓 誰在賣什麼泡麵味道啦 對 這樣子 好有沒有人要問什麼 然後我現在還有兩分鐘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外包給人家寫 我們就外包給人家寫 外包寫人家寫 對 請soho的人寫 我們也不會寫 但是外包給他寫 好 對 對 我們沒有寫起來 我們就把它寫在保育條款裡面 然後 Apple說OK 就OK 到時候扛責任是Apple 不是我們的 Apple承認就是上架的 就是不幫我們吃的 所以你在那邊賣村賣什麼 賣藥不幫我們吃的 所以基本上 發生事情的時候 上新聞的時候 是Apple要承財 它已經幫我們備輸了 然後我們就過了 然後過了以後就可以用了 就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也不像這件事情發生啦 對 然後 對 我請教在你 這個軟體 Source Code 就是在哪個手上 呃 在我們手上 但是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 我們可以給 就是我們因為我們是free的 然後我們也沒有要引力 所以你們有需要 也可以跟我們拿 我們也可以給 都是沒關係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未來 呃 可能可以挑戰我們未來購物的模式 呃 可能之後 大家買東西會變成這樣的方式 maybe change fighters 還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上一次我就講 我想問一下 那如果 它有沒有搜尋的功能 可能我只是想買t-shirt 可是我這樣搜尋的 有 非常好 對 我們剛開始 因為這個 創新的idea是利用距離 所以 我們在用的時候 只有一個距離的功能 因為我們 我們堵推到這個世界上 之後太創新了 有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只有用距離線 但是我們二版的時候 就會加上 你要t-shirt 就按t-shirt 然後加上距離 雙重搜尋之後 就會知道有什麼東西 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縮小你的範圍 然後我時間差不多到了 OK了 我再講最後一個好了 很簡單很快 就是我們這IP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一群人呢 就是坐在那邊玩桌遊 然後接了一個案子 接了一個案子 是要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 聽過全員淘寶中 然後台大最近跟福大 還有各個大學最近玩得很勤勞 但是玩得很勤勞之餘呢 就開學嘛 然後他們要請我們幫他們 設計一個這個APP 然後全員淘寶中的APP 就是大家要玩 知道紅隊綠隊 誰定位在哪裡幹嘛 然後誰 然後誰發行誰 然後解完任務什麼的 但是解決解決的時候 大家遇到 我們想說不把它改成 改成就是購人幫助 好我想完了 謝謝大家